今天很幸福 這是我們開台以來第二位來賓 除了文朗東之外 就是我們的蔡婉琴 民眾黨台南部 台南黨部主委 蔡婉琴 蔡主委 你好 前主委 前主委 前主委是因為你講話比較沒的 還是選了就沒了 我不知道你說的錢是money還是 都沒有 都沒有 因為我剛好卸任 你是什麼時候卸任的 選完 4月 我4月剛好結束任期 他們開始作帳的時候你卸任 你這樣作敏感一開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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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這個 我看到蔡婉琴非常勇敢的發聲 就是大家傳說中的 新聞上你們看到的所謂475萬事件 200 500 216萬 一共916萬的發票 這個民眾黨黨部有登記 但是尼奧什勒沒收到 後面就引 這個引發一連串的火燒連環傳事件 我看這個民眾黨裡面應該有龐桶 在旁邊捅自己的政黨 事情出來之後啊 後來出現了幾張超高額發票 突然有一筆 叫做台南造勢場地費475萬 數字懸殊 那所以就受到了很多的挑戰啊 這個台南的鄉親朋友 民眾黨的支持者 就跑去蔡主委這邊說 嗯 475萬 當初是我們5萬10萬 在給他掛付 3千5千在給他欲援 啊讓你可以買麵紙 買水買文宣 甚至台南在地的廠商啊 都會覺得說你有475萬 啊我們這樣子在支持你 怎麼不叫我在地的廠商 要讓台北人來決定 所以一開始啊 我們就先請蔡婉晴主委 講解一下整個475萬 事發過程跟他的心路歷程 我們歡迎蔡主委請說 感謝 感謝阿倫博為真的是 給我們一個辯解的機會 我們現在都說 我們現在上任何節目 是一種很危險的行為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黨內現在都等於說 你出來講實話的 全部都會打成 你就是在講民眾黨壞話的壞蛋 好那我們就解釋說 為什麼台南475我會炸鍋 那對於民眾來講 那一場是大成功 對小草來講 那也是一個氣勢起來的那一種 最關鍵那一刻 我還記得當時 有一張空拍的照片 還是那個可能是 空拍的 那個拍下去很長一條 網路就開始論戰 台南不可能那麼多人啊 然後你們民眾黨那邊 就會講出說 就真的是這些人 又不是批的 所以當初這張 這場造勢的確有引起一段討論 其實那一場真的是 就是藍擺破局之後 那時候剛好整個黨的氣勢的時候 是第一名的情況下 其實那時候 黨專原本是想要取消 直接整場cancel掉 因為是第一沒有信心以外 怕沒人來 對怕沒有人來 先告訴我們就是那個 475萬的新聞出來前後 你大概 心情有什麼起伏變化 有人挑戰你啊 或者是打電話質疑你之類的 因為一開始你是發不知他生命嗎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有同志 跟我說 欸 黨中央進在收政治獻金 這個呢 你們台南 會用有人在質疑 說你怎麼會台南跟桃園 因為同一時間是桃園跟台南嘛 你可能要注意喔 我怕中央好不住的情況下 有可能把火放過你這邊來 果不其然 我們是那一場的協辦 我不是主辦欸 475萬 你怎麼可以直接灌到我地方黨部 你地方黨部我只是協辦 主辦單位是中央 但是中央是外包 給所有的行銷公關公司來處理 所以其實我們從事前的開會 一直到事後執行 到活動當天 所有的一切 其實我們都聽從 所謂的行銷公司 我們說的這個代導 代導正在現場當總PM 所有的東西 都要經過他下指令下order 所以所有的一切 你說的475 我根本不知道 原來我們那一場這麼豪華 475的矽項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相信400多萬是 所謂行銷公司 拿去舉辦活動所用 我沒有懷疑他不是 問題是你475萬 你敢不敢開城佈公 你的矽項可以很看嗎 然後後來你做了什麼事情 新聞出來之後 你感到這個壓力 你發了不自殺聲明 後來發生什麼事 中央就被人家 就有人回應嘛 然後當然 我們看到 沒有啦 他就有反應 就有新聞 那不就不能說 陳志涵 陳志涵有出來說 然後廠商也有出來講 他說我475 我確實是用在執行業務上面 他說 他就是因為競選期間 大家可能要唱設備 唱衣 他說競選要人家做10塊 我在台南那裡 我去做到有50塊還有100塊 他說你不說我還好 你說得有給我抓講 50塊至100塊 我們都可以直接去買一批新的 你說你是外地的廠商 來台南幫活動 你都不熟 然後這是一個理由 第二你說時間太倉促 哪有什麼倉促 我們10月份就在討論要辦 我們地方黨部就有收到 中央的指示說 請我們要密詢 適合來辦造勢活動的這個訊息 10月份就知道 你廠商代表你10月份就知道了嘛 10月底你就知道 你現在推說 一切活動太倉促 我都找不到像這樣吊火 你跟我說你補475 你如果說去拿一盤錢 我來給他動 我可能整條都給你打到麻 補的台南市場給你打到麻 補的太鹹了 我們要算市場 這理由沒差 所以你說475 你不用跟公眾交代 你也要跟小草交代清楚 你也要跟所謂的在地黨員講清楚 大家都說 那是你台南主辦嗎 都我現在出來講 大家才知道 原來開箭是要把中央称 主辦是中央在做 我們只是協辦 我幫你找當地 我幫你哭人 哭黨員 靠大家來參加活動 然後幫你做地方的選擇 這是我的工作 所以現在你遇到最困擾的是哪一些項目 人會幫你問什麼 還是說人會幫你搶什麼 人會搶啊 你台南四百幾萬 你是哪有開到呢 還是說人有回庫給你 不然人怎麼會補這麼大的計劃 你剛才不知道人是都補什麼 這我要替我先說一下 因為他主委員 他是台南黨部的主委 他自己沒看他也選過議員 所以他會拜託 金主 頭人 條子 咳咳 這些理長來幫忙 那這個幫忙的過程裡面 現在朱雄 率領到這個杜燕 要來台南辦做事 一張扁一下下去 好坑的無意就不要說了 說你當年了很成功 我們當選之後 補做一種台南黨部多補課 或是說薪水多起課 都不要說唱會的事情 就讓他原本在他的位置 你這張就扮了很讚 我們親公願為我家牛排 改吃爐司葵 這樣也大家爽啊 但問題是 有工沒想 現在還打破要培 現在中央說一張四百七十五萬出來 不是他自己做不做的問題 連那一陣在把官員說 靠腰你就有四百七十五千塊 你為什麼當初在給我挑五萬十萬 你就有法度一百塊做一條 你怎麼整個小白白貨買新呢 這些話說一說 蔡元氈為什麼 對著政治很失望 現在我們想要求一個真相 我們只是代表部分黨員 甚至小草 說出心聲嘛 我也想要知道 整個政治現金 灰灑灑灑糕糕 有些人沒要說清楚 從第一天開始反應到現在 我每天都被打成說 蔡元氈準備要跳船 準備要幹什麼 為了要為了而為之 你們家有一個船子在船長 對啊 我就覺得奇怪 你現在就沒在船 我還要跳船 要跳一堆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們不要欲蓋彌彈 該說就說 人家要說 我今天不是出來說你的朋友 我也是希望透過我們自己的疑問 然後讓你有機會來解釋清楚 而不是說我今天站出來 提出質疑的時候 你直接跟我說 誰這麼亂講話 我打你的嘴 你不准給我問 原來講實話的人 會被打成講壞話 破壞團結 然後成為內鬥的阻止者 我說這個黨 就用賣掉了 你又在那裡說要內鬥 你要爭什麼位置 我說你現在的位置 對我們來講 一點都不重要 我更害怕的是 還沒有撐到26 黨會不會就補救 你那時候的消息 每個月報 對 如果照整個月來 每個禮拜報消的月 你論上消息要很清楚 對我們都一個月一個月這樣 你電影的消息報給誰 報給中央黨部 中央黨部什麼在處理 他叫梁秀局 所以大家都超 梁秀局就是人家說很嚴格 對超級嚴格 他在審賬 他很嚴格 但是他有管中央的賬嗎 他管中央黨部的賬 他也有管中央黨部的賬 他本來就是管我們中央黨部 但是我看這兩天新聞在看是 我們的戰狼小姐會自己說 梁秀局他在管中央 就有人提出之意嘛 問他們說那你為什麼 禁總的賬這麼混亂 為什麼不要請這麼嚴格的人來管就好 我猜會不會是這樣子啦 梁秀局管一般的賬 但是有一種的他不管啦 有一種的就是這個叫特殊小組 激動小組的賬他不管啦 這個特殊小組應該就會有 柯文哲 黃珊珊 陳志涵 李文忠 李文娟 這五個人的賬應該不歸 梁秀局做啦 梁秀局看到那個1087萬的收據 一定會把東西摔到那個人臉上 所以你還是要講清楚啊 你不能一句話說 現在人家在問你才說 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做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我跟他請另外一組人來做 你請的 你請的是農公的還是禁公的 都你說的 每行都你說的 準度算 我質疑不行 你說的是受的 我說的是批的 這樣真的成為一言堂 會有這種心情啦 你們有沒有那個一般人報的事項 你現在你是地方政府 你會有自籌款嘛 你要自己種錢嘛 你自己種當然 你怎麼看你們家的事 自己種的要回捐嘛 要 因為我們統一捐 都是捐給中央黨部 捐了他會給我多少 他會分配給地方多少 他分配會是下個年度 而不會是這個年度 就跟現在的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他的運作不夠是一樣 那你募的你還不能用欸 你爭取大的選舉政黨補助款 還不會把薪水花在你身上 這我很有經驗 主委沒款是有KPI 沒辦法會去找找 陳志願你沒多少 你讓他一百你沒多少 對啊 我們沒款的政策在這裡 所以我努力在做KPI的人 叫你罵到說 你如果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路由 沒有什麼路由 進哥在出來做柯 你罵什麼什麼 我說我哪裡 對不起你民眾黨 還是要很嚴肅的來面對 問題發生了 我們也希望主席也好 或是整個黨 我們應該要認真 嚴肅的面對問題 我們去年剛才一直跟小草說 我們希望的是一個 超越藍綠的新戰力 但是我們都做出來 我剛才變成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怎麼去跟支持者 更何況 不是小草的這些親朋好友 我都不知道 我現在有點無眼去面對他們 欸你不要說到好 我們統教委 我們統教委沒有這麼多 是啊 那好聽說好 要加兩千 我是沒收錢的 你真的要好嗎 沒有啦 兩千我等一下 我我外面不看 這樣啊 賭兩千他要好嗎 快點啊 賭兩千還減叫陳志願 沒有 我沒有這麼愛錢 我當作民眾當作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我們不會去 我們不會去做這種事 確實 今天跟這個蔡主委聊是真的 就是看到 因為還是有人 對第三司令有所期待 我當然知道在立場上 在賬戶上 我們的支持者會覺得 啊你怎麼不退黨啊幹嘛的 因為那是你的決定 我不會給你開 總之這樣子一個辛苦打拚的人 你民眾黨要不要重用 其實是你家的事 可是現在是關於公益的事情 就是牽涉到最基本的 你中央來講 地方有一筆475萬的賬 解釋不清楚 所以今天我不是 我也不是什麼要幫蔡婉晴講話 我只是覺得看了感同身受 就是說 如果我遇到一樣的情況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蔡婉晴比我勇敢 他選擇出來辯解 他選擇為自己辯解 蔡婉晴今天在做的這些事情 是為了你們民眾黨好 他說這是為了民進黨還是為了國民黨 既然要做 既然要做一個第三大 你真的是不要跟 曾經支持你的人 或是真的用行動來協助這個政黨的人 不要跟他們開玩笑耶